哈囉大家好 我是GarryGarry 那今天要帶來是飛溝模式的影片喔 那飛溝模式呢一直是Garry很喜歡玩的模式 真的是超刺激超好玩 然後一直溝來溝去到底在幹嘛我也不知道 那盡量呢 你玩這個模式的時候你就是盡量站在這個框框裡面 你們才會有分數 不是說你今天殺越多人就越強 就是你要盡量站在這個框框 然後你的那個分數呢才會往上 就是往上飆 那玩這個模式的時候 我這次抽到塔拉我真的是覺得超級幸運 因為呢為什麼 他可以直接這樣跳過來啊 他的一技能可以像剛剛畫面所呈現的這樣 直接被勾過來就直接這樣跳回來就可以了 就是OP 然後他又是一隻無消耗角有傷害然後大局又可以直接恢復 哇 強爆了 真是很強 那如果呢你們覺得你有哪一隻 有哪一隻很適合飛溝模式的角色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像我上次好像玩到刀鋒吧 哇真的是 也是超誇張的 他就直接轉進去然後不管人家 到底在玩什麼模式就是一直順來順去的話 OP 好那玩飛溝模式的時候你像我們現在血液很少嘛 那該怎麼辦呢 我們就直接躲在這個隊友後面 但是我 這個我怎麼在這裡啊 等一下我怎麼跳來這裡 哇 死掉了 怎麼 這個好像有時候一技能可以直接這樣 直接這樣穿越好像也不是說很好 我們直接跳過頭 原本是要吃那個寶箱的然後直接跳過頭 那我們飛溝的時候呢你中間會有這個就是會來飛來飛去的那個火溝啊 透明的溝啊那些之類的 像我現在抽到這個是巨毛溝 那就是有一些會增加你的這個飛溝的這個道具 那你就是盡量把它拿起來啊 因為你只要你就算勾到那個那個飛溝呢你的 飛溝的冷卻 也會直接降到疫苗 所以就是沒什麼差 好那我們這裡呢是直接被勾過去但是 我們這裡 這個一個殘血逃脫 那這個 煞你 你這樣 不行喔 但是沒關係我們這時候血很少該怎麼辦說過了嘛 就是躲在隊友後面讓隊友被勾 超級 超級爛的隊友 然後我們這裡呢剛剛是 抓到這個握麻了那我們就是直接往後 就是因為我血太少了就直接當個蘇拉 然後等他血少呢再增一個尾刀 這是教壞 教壞各位觀眾的一個影片 好這裡呢看到DN其實只要被定住你這個勾就可以很準確的把它勾過來 好這時候喔喔喔這個勾子很多很多 嚇死人 那這個薩尼很拼 那我們就是撿一個尾刀 好那其實呢就是要盡量站在這個框框裡面啦 不要說一直跳過去啊之類的 除非你今天贏面很大 像我這場就是最後贏面很大然後我就會直接這樣跳過去 好對又把一個維拉跟我們 這個太多人了吧直接被我們秒殺 我真的覺得這個模式啊只要有雲記的那一種啊 然後或是輸出很高的像什麼哥德爾之類的 哇真的是有時候勾到他就覺得有點煩惱你知道嗎 就勾過來然後我們被雲這樣有點 好像有點 就是不是說很好 好那我這裡呢是直接跳過去但是我這個好像是自殺 我想說 我想說我可以彈得住就是直接被秒殺 那對了非攻模式啊就是你要死掉之後你才可以買東西 不是說你今天因為想要回城然後就直接回去買東西 又不是喔 就是你一定要死掉你才可以買 好這裡呢我們又被勾過去但是沒關係一樣一技能直接跳回來直接開啟大絕回 一下血 這個怎麼會有牛魔王這裡 牛魔王真的是也是一個超煩的 超煩的一隻角色 就是他勾過來然後硬邦邦的有點打不死 這樣 好那我們這裡是一錘直接把這個薇拉給帶走 那我的隊友好像都打瘋了你知道嗎 全部人就直接出去這個框框然後 自想要殺人 我的天啊 好那我們這裡是一錘直接把這個盧米亞給帶走 喔喔喔喔喔隊友 隊友 真的都瘋了全部都直接被這樣抓過去這樣子 好那我們一樣開啟大絕招 有歐不歐皮真的是超歐皮的沒血就直接開大絕招 好這裡呢是直接被勾過去但是沒關係一樣一技能跳回來 這是對面也拿我沒有責 那這裡有一隻沃瑪爾 趕快把他殺掉 好那其實練這個 這個模式你也可以練一下反應啦也是蠻好玩的 好我們這時候血已經快沒了但我們就是拿一下補包 好我們隊友這個薩尼我們這裡來拯救薩尼但是這個補包我們就直接把他吃掉好了 那我們是直接打瘋了直接進去人家家裡面 直接站在人家家裡面打 那這裡呢是直接勾一個沃瑪爾之後他有一隻佩娜 繼續來纏著他利用一技能跟二技能呢不停的來滾 好你也可以利用車牙刷 喔有一隻會有一隻牛木王 哇哩勒勾錯人啦我是要勾魯蜜啊 勾錯人了 欸不要不要不要我們這裡呢就趕快跑 好一樣有個大型補包直接把他抓起來 然後看到對面呢血很殘 繼續轉 直接變成一個傳說果汁機 傳說角落機 哇啊 然後這裡是直接又被勾回去但是我這裡好像有點快不行了有點快撐不住了 已經撐太久了 我們已經做好做滿了 但是這裡還有一個補包趕快吃 這裡呢看到一隻殘血的人馬 哇受不了繼續轉 轉是他之後呢我們發現好像快贏了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直接跳過去對面然後一直殺人然後就 這樣好像就可以贏了 怎麼會這樣 應該是隊友呢 應該是因為隊友呢就是沒有被干擾到然後就是一直在 我們家裡面 好我們一樣就直接這樣跳過來因為我覺得我這時候很肥 但是我發現恩王錯了 因為敵人有點多到我已經快要承受不了了 我這時候一樣開啟大絕 那配合悟空但是我發現好像傷害有點不太足夠 有點快要死掉了 那我發現呢 我發現我已經快要死掉的時候我已經覺得啊來不及了 太多控制技了只被控到死了 控吧控控 那不是 這時候戰績來到個16 417 我的天啊我們真的是超級尾刀王 但是其實我們這場的輸出應該算是蠻高的 好一樣我們這也沒有被勾過去但是一樣 直接跟對面打 但是我這也發現有個決戰時刻我們就趕快跳回來 趕快把這個 遊戲給勝利給拿到手 就是不要再亂玩了繼續站在這個框框裡面 好大家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決戰時刻 欸這裡又被抓回去我們趕快又跳回來 這真的是 不讓我們贏了 已經差那麼多了 好那我們這裡等一下 等隊友都來之後我們就可以來決戰時刻一下 這裡呢是直接一個雙殺 真的是絞肉機啊 那這個決戰時刻呢 哇 贏了決勝時刻直接跑到100% 那我們這場呢就是拿到一個勝利 MVP呢就是我們11.4的分數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場的命中率到底有多少好不好 好那這場遊戲呢我們拿到一個 18 418的彈機 非攻命中率呢是55% 那對應球傷害也是33.2% 承受傷害成了28.8% 這角色歐不歐批真的是超歐批的 那如果你覺得呢有哪隻角色 非常適合玩非攻模式的話 請你在下方留言給我知道喔 這次影片呢就分享給各位觀眾朋友囉 影片到此為止囉 如果各位喜歡Gary的話 你可以透過YouTube IG Facebook 來追蹤GaryGary喔 我是GaryGary 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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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